广州旅游信息咨询中心 北京路咨询网点 假期前完成升级改造 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林星杰报道 升级改造后的咨询网点 位于名胜广场西门南侧 春节假期 网点携手南国省诗 推出了一系列省诗文化体验 来来来 来嘛来嘛 来嘛 妈妈来 来来来摸一下 舒服舒服 直径长达两米的巨无霸 省诗湿头中国红非常醒目 还有省诗文创产品 金子DIY省诗脸谱 等着大家来体验 因为其实对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 我们了解的比较少 如果有这么一个点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就是能深入地了解这些东西了 网点升级改造后 在环境品质 公益服务 文化氛围等方面进行深化提升 网点内配备了应急救援站AED机 还有城市旅游卡自助售卖机 还有一些比较贴心的便民服务 比如说公共WiFi 公共电话 免费饮水 类似等等的这种便民的服务 网点周边串联了老字号嘉年华 飞椅展示区 动漫电竞区 彩色3D涂鸦街等特色区域 营造出更为舒适的文旅咨询 公共服务空间 将成为广州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的新窗口 另外 位于广州塔的广州旅游信息咨询中心 之前入选国家级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机构 功能融合试点单位 今年也会升级改造 将以全新的面貌 更加现代化的服务迎接市民游客 广州电视记者林星杰报道